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礼拜六一个格式 礼拜天一个格式的话 那怎么办 首先一样把这个范围选取 如果我不用VBA的做法的话 那我们可以利用常用 里面的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应该各位应该不陌生吧 这边有个叫新增规则 新增规则里面呢 特别说设定格式化条件 你可以给它一个格式化条件 那什么样的条件呢 由什么来决定 这边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是什么 最下面这个 叫做使用公式来决定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那这个是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提供给它一个公式 如果这个公式结果是处的话 那它就会格式化下面的 就是你给它一个格式 如果不是就不格式化 那这个地方 所以那我们公式应该怎么下呢 我们公式 那我要怎么知道礼拜六 可以用一个函数 不过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地方打函数不像资料编辑列 还可以按一下FX 不行 自己要打 所以公式的话呢 我们还记得吧 有一个叫weekday 有没有 weekday 所以我们用weekday 自己打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上去 weekday 刮胡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需要给它一个储存格 不过基本上呢 指定的储存格通常 会用这个范围里面的 左上的这一个当成基准 那左上这个应该是哪一个 a2嘛 所以应该打一个a2 好 如果这个a2的储存格里面的值是等于 等于 哎 礼拜六是应该多少 特别注意哦 weekday我讲过哦 就是说 因为它是 美国人那边的观念 所以哦 他们的观念里面呢 第一天应该是 礼拜几 礼拜天嘛 对不对 那我们的观念 刚才礼拜一是第一天嘛 观念不同 所以你要用他们的观念来思考 所以礼拜六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七哦 可以特别注意哦 好 那 这个公式先把它复制起来 因为等一下会用到 因为礼拜贴要用 那格式的话就是点一下 那我给它一个什么 字型的话 色彩大概用深绿色的 那 填满的话 就是用浅绿色的好了 OK 那最后按 就是字型是深的 填满是浅的 这样子 OK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格式大概长这样子 也就是说 如果上面的公式 所以特别注意哦 就是这边啊 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然后新增一个什么呢 这个规则 新增一个 然后再利用公式哦 给它一个公式 这个用法还蛮多的 所以以后啊 你可以照这种方式 做很多的格式设定哦 OK 如果这个为True的话 那就设定格式 反之就不要 OK 按确定 看一下 本来它用那个填 就是用复制格式要复制52次的 如果你做完之后按确定 全部通通把你填好了 这个时候不要取消选举 因为还有礼拜天 礼拜天怎么做 设定格式条件 新增规则 一样嘛 把刚刚的公式再贴回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复制 因为再贴回去改多少 改1就好了嘛 因为礼拜天是1嘛 那设定格式条件的话就是 背后填满一个 可能就是浅红色 好了哦 那字的话呢 就给它一个红色的字 这样子按确定 这个格式按确定 哎 有没有 全部都搞定了 这样的话 只花两个动作 那如果你不会这一招的话 恐怕你要做104次 才有办法完成 那当然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你也可以给它七彩颜色 七种颜色 OK 看个人 你就 我们练习 大概就是练习两种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多增加一些颜色 是也OK的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完成之后 不过 这个部分做完 其实已经很快了 但是如果我今天 想要把它改变 改变成什么 改变成类似像 这边一个按钮 按下去 可以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 刚刚那个做法是什么 是用那个里面的 设定格式化条件做出来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请你帮我把它改成一个按钮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有刚刚一样的结果 怎么做 我按一下给各位看 按下去 做好了 有没有 它礼拜里有也是 设定一个颜色 礼拜天也设定一个颜色 那这把它缩小一点点 类似像这样子 那你想说 这个按钮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就是 其实里面程式码不多啦 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基本的观念大概就这样 一定会有蓝 一定会有列 然后跑回圈 把里面的词抓出来 判断一下 如果是礼拜天 给它一个什么颜色 礼拜六 给它一个什么颜色 那这边会牵涉到 就是说 如果是礼拜六 那它的颜色怎么去变更 它的底色怎么去变更 那这个等于再来看 这一招其实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不过在练习之前 建议是把原来的复制一个过来练习 那这个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记得是新增规则 新增规则之后呢 在这边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使用那个公式来决定 要格式化的储存格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只要你是 Excel里面的函数呢 条件为True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做那些事情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考虑到就是 要怎么样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VBA的 这个按钮 然后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设定完格式化 那你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一直到礼拜天都通通可以套用 另外一个是要清除格式 这个清除格式按下去 这个格式就拿掉了 然后按下去就可以有了 OK 然后呢 还可以怎么样 重新再定义一下年历 你也许不是今年 不是104年的 也许是明年 后年都可以 所以呢 可以动态的嘛 你要怎么样产生 反正随你 你要什么样逻辑 只要你想得到的 Excel办得到的 它都自动帮你产生了 那感觉是还蛮好的 可是你要怎么样写出来 OK 而且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完全是我的逻辑 有我的style OK 所以看我写的东西 你再去看书里面写的是完全 应该不能说完全不太一样的风格 因为我的风格是 能够少写一行 我就不会多写一行 能够直觉 我就用比较直觉的方式来写 就是看得到的 写得出来 这样比较好 至少后来同学的反应其实会比较好一点 你学会了之后 你真的应用起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主要你要懂的就是 比如说比较重要的像储存格那个物件 叫Sales 那一个范围 或者是一个储存格也可以是一个range 那一个工作表就是一个sheets 然后你可以把画面上面看到的所有的物件化之后 你就可以拿来怎么样去控制它 那怎么样去控制呢 比如说就可以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sub 对不对 那这个sub就程序嘛 那程序里面也许需要去跑什么 跑回圈 那跑逻辑判断 然后再去变更里面的属性 用什么样的方法 不就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 全部 不是全部了 慢慢的 把它做一个灵活的应用 这个倒是比较需要一点时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范例 我们需求是这样子 就是可以清除也可以加上去 那逻辑就跟刚刚一样 所以建议请各位如果要做之前 再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之后再来做 不然你前面做的可能就不见了 那做的方法就是按一下Ctrl键 再去点选综合练习 拖拉过来 我的习惯上 这样是最快的 按Ctrl键 自动会帮你复制一个 也是最快 不然你还要按右键 还要再移动或复制 然后建议副本再放在后面 我觉得动作太多 按Ctrl键 一拉就有了 OK 第二个动作是怎么样 把原来的格式清掉 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有个管理规则 这边有个删除规则 把它删掉 删掉 按个确定 恢复了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加按钮 不过现在是没有按钮 不过我讲过嘛 做按钮之前 要做什么 要先把程序写出来 对不对 比如说我的程序名称叫做 设定格式 日期格式好了 类似像这样 设定格式 日期格式 反正就取个名称 对不对 第一个 所以你可以到哪里呢 到开发人员里面 找到什么 找到Visual Based 对不对 然后让它浮在上面 不要这样大大的 就是浮在上面 一边看 一边写 OK 就很直觉的 那做哪些事呢 你要先确定你有没有模组 有模组之后呢 再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程序名称 叫格式化日期好了 就类似这样子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几个动作 其实一般我会这样讲 先把那个 比如说可以把 步骤先写出来 也许你刚开始 没有任何的Sense 没有任何的 像刚刚同学有问我说 老师需不需要写一个案子的时候 需不需要写那个 画个流程图啊 有没有 比如那种流程图 需不需要做那些事情 当然我比较直觉 我会看那个案子的大小 如果那个案子很小 就真的只是自己做 说真的 又不是给客户看的话 那些可以省啊 能免则免 或者说那个案子实在是 太小了 小到某一个 就是金额很小 就真的也不用浪费那个金额 因为那个都是要工时的吧 时间就是金钱嘛 对不对 如果你预算没那么多 我刚 不是这样讲 我 我可能就不会帮你做那么多事 而且讲明的 比如说你金额是各位 各位就是 各位数之外的 那当然就是 你能做的就是这样子 也许我就帮你赶快做完之后 就给你就好了 那如果你的金额可以再更多 那我可以给你更多的东西 那如果说呢 你是自己看的话 像我自己 把这个 12345 先写上去 比如说我的需求是 第一个 跑列回圈 为什么要跑列回圈呢 因为在resale里面 不外乎就是一个范围 那范围里面不外乎就是 列 从哪一列 到哪一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 第二列 到第三十二列 所以这个时候 你脑袋里面就想到什么 for i 等于多少 2到 三十二 对不对 写好 enter两下 next 第一个就写出来了 第二个的话呢 那因为我们除了列之外 还有蓝的概念 欸 蓝之前好像比较没有写到嘛 对不对 不过呢 这个时候也不用太想太复杂 其实就是多一个啦 我自己就多一个变数叫J i跟J i指的是列 J指的是蓝 对不对 然后for J等于多少 不过J的话 记得你不能给A到L 因为十二个月 特别说它一定要是数字哦 回圈不接受英文字 之前有同学真的写 for J等于A到L 然后跑 欸 老师为什么错了 回圈不接受英文 只接受数字哦 这个是一个规则 OK 所以呢 我们就for J 蓝跟列的规则 不就写出来 对不对 写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还要想什么 呃 你要去想第三个 如果没有资料的时候 就不应该去判断礼拜六或礼拜天 那怎么判断没有资料 有没有 里面不是有一些是空的 那如果你空的 然后你又去判断 一定会产生错误 就是weekday后面你给他判断的时候 给他没有东西 那他一定会产生错误 所以要怎么避免呢 就是用sales 括弧IJ 就是抓到那个储存格的时候 去判断他如果不等于空字串 就是里面一定有资料的时候 才去执行判断礼拜六或礼拜天的这动作 然后礼拜六怎么判断 如果weekday怎么样 等于 有没有 就是sale 就是储存格里面的值 如果抓回来 他是礼拜六 礼拜六等于7嘛 then就给他什么 颜色换一下 底色换一下 然后礼拜天一样 程式就写完了 不过 用讲的比较快 那怎么写出来呢 我们step by step来看 反正填空题 所以第一个 我们按步就班 就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 第一个怎么样呢 把那个程式 直接写上去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大概就是 列回圈的部分 就是打一个 我看我直接 直接来 来把这个加上去 补上去 OK 好 写完了 那写的方法 因为前面也有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快的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列回圈 for i 等于2到32 enter两下 加一个nest 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缩排 中间再按一个tap键 for j 等于1到12 enter两下 nest 记得一定要缩排 为什么要缩排呢 因为如果你不缩排 全部在同一个层级上面 会看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说排的话 其实一目了然 上面有for 下面一定要nest 上面有for 下面一定要nest 对不对 接下来判断什么 如果抓过来的资料 特别说以后 我怎么去判断 抓到那个除存格里面的值是什么呢 其实就利用什么 用sales 刮符 ic 来表示什么 抓到的资料 i就是列 c就是 燃 那他会怎么跑呢 他会先进来 第二 第二给他 然后追的话就是1 也就是说 他会先去抓什么 a 应该是a2的 有没有 储存格 然后再往下 nest j就变成2 变成2 所以变成2 2 2的话应该是吧 就是b2 再来变3 2 所以会这样 往这个方向跑 他会把什么 储存格里面的值 抓出来一个 比对看看 抓出来一个 比对看看 OK 那怎么知道里面是空的 如果他不等于空的 才去跑下面的动作 这样的叙述哦 反之 所以这边有if 下面一定会有个n的if 不需要l 因为我们只是要去判断空的 所以不需要l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加一个如果没有资料的话 then 跑到这边 OK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是礼拜六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 那礼拜六怎么判断 if 一样嘛 这个我想前面也写了蛮多的 你就把我们的sales ij 这个物件 加上它的栏列 的叙述 放进来之后呢 判断如果它等于7的话 等于7哦 才去做后面的动作 不是7就不做哦 OK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们怎么样去加那个字的颜色跟底色 那其实这边的话需要知道两个属性就可以了 拿两个属性了 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你要在那个你的储存格里面加颜色的话 记得就是点 Fone 应该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 就是字型 点Color Color就是颜色嘛 然后等于什么呢 RGB 那特别注意哦 以后哦 如果你在VBA里面要加颜色的话 只要记住 这个函数 就通通搞定了 RGB指的什么 就是 R是红色嘛 对哦 G是绿色 B是蓝色 那后面刮5就给它颜色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 讲礼拜六是什么 绿色的话 那我就给什么 给0 25 0 因为红色没有 绿色 最多是25 0到25嘛 然后呢 再来就0 那这样的话 它就给我一个绿色的字了 再来的话 底色 底色是什么 底色是intral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底色哦 OK 就跟刚刚那个填满一样的意思哦 点Color 等于200 25 25 200 这就是浅绿色的 那你会想说 老师 那这个颜色哦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颜色 最好旁边有个调色盘 让我调一下 我才会知道颜色嘛 不然我怎么拼出这个颜色呢 其实哦 如果将来各位要颜色的话 非常的简单 直接切回到 Excel里面 看到常用里面哦 比如说字形的旁边这边 找到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哦 如果你今天要有什么颜色呢 你要有一个浅绿色的话 你就点一下浅绿色 这就浅绿色 对不对 然后呢 在点旁边 不过有个制定 制定之后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不就是什么 RGB的三原色 然后呢 这边不就有数字了吗 204 255 204 这个就浅绿色 那 那为什么我改200 因为200最好记嘛 不然你要加一个尾数 204 比较不好记 所以干脆 200 255 200 就是浅绿色 那你想说 那我要浅红色呢 其实规则一样嘛 就是把255放在哪里 放在红色的地方 然后呢 其他都200 那浅蓝色呢 一样嘛 这样就很好记啊 以后写程式 就把这个记下 以后就浅色的 就给他加200 那10色就加0就好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地方 假设要浅红色 255 对不对 然后这边改成200 这边改成200 颜色就出来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有个颜色出来 这就是你要的颜色 那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请你在这个调色盘 乱调一个颜色 会出现三个号码 请你把那三个号码 填在那个RGB后面 保证出来颜色 就是你要的颜色 这样不就好了 那当然因为我们这边是 先求简单化 反正先可以乱出来 所以以后呢 你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 OK 所以可以从什么 从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 旁边有个其他色彩 找一下 一定有 OK 所以这应该简单多了 所以以后 你需要什么颜色 就会有什么颜色了 那就配合什么 Fone的颜色 再加上Intro的颜色 OK 那我们就可以做出 我们要的颜色了 那礼拜六 一个颜色之后的话 再来就礼拜天 我这边先把它关掉一下 或者那个VBA没办法乱 OK 那礼拜天的话 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上面的程式码 把它怎么样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怎么样 贴到底下 其实说真的就是改而已 改什么 改1嘛 对不对 那Fone Color就是 红色 255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0嘛 对不对 然后底色 有没有 Intro 的Color改成什么 这边改 刚好是浅红色是 这边是255 所以 这个255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200 200 就是浅红色了 那如果你要调其他颜色 请自己再调啦 我只是调一个基本色啦 这样会比较好记忆一点点 好 做完了 那如果你要礼拜五 也要一个颜色的话 很简单嘛 把这一段程式码复制贴下来 哎 礼拜五又有了 礼拜四 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一啊 所以你一次全部都帮你解决了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就OK了 所以以后呢 你们要应用的话 反正呢 你们的范围里面一定会有列 几列 蓝几蓝 对不对 然后再判断 判断一个条件 给什么颜色 就是这样写就OK了 所以这一段程式码还蛮好用的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当然将来也许不只是一个工作表 如果你有跨工作表的话 反正一样嘛 有序词嘛 你就一直序词 每个序词 全部的 这个工作表都要套用一样的格式 马上就帮你全部做完了 这个是格式的部分 所以 这个后面还会再讲到有关其他工作表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来试一下 来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呢 关键时刻就来了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按钮 按钮按下去 那就格式化日期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怎样 把它贴上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按下去 如果可以Walk 那表示你成功了 OK 按下去 全部完成了 OK 那当然 这边还缺一个 怎么样 清除格式 不过等一下再来讲 反正一次 可能你们已经饱和了 那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写啦 如果不行的话 请参考一下云端 我发现现在同学都很会用这个了 而且很会用Ctrl C Ctrl V OK 这个很好用 反正最好是你可以贴上 然后小幅度的自己在修正 不然我想你们没有那么厉害 一次我讲完你就可以写得出来 除非你本来就已经在写 已经是工程师了 不然的话应该是蛮困难的 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原理原则 主要是给各位一个范本 这个范本 你可以套用在许多工作上面 只要是你的工作表里面 是需要快速的 就加一些格式上去的话 这个范例都适用 都适用 都适用 试试看 基本上我们只有多一个蓝的回圈 所以以后呢 就是怎么样 把它延伸 以前是列 同一列 同一蓝里面的 那现在是多很多蓝了 对 所以整个试算表里面所有东西 全部都可以把它查过一遍 然后再多一个 如果是空 这个空字串 我想应该观念上都还蛮好记得 那多一个weekday的函数判断 再来就是说 字的颜色跟字的底色 以后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反正你就参考 那实际上 这个font就是一个属性 interval也是一个属性 那这个底下color就是它的一个直属性 它的这个属性 font里面的一个直属性 就是一个color 那以后 如果你要给颜色就用RGB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再试一下 那颜色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去调 调完之后的话 直接执行 就可以看到结果 不过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那个格式怎么样 拿掉的话 怎么办 其实非常简单嘛 最简单的方法 请你怎么样 把这个程式怎么样 Ctrl C Ctrl V 改一下 改哪里呢 就是把颜色改成 底色是白色 一致的颜色改黑色就好了 那怎么改呢 比如你就Ctrl C 然后在下方 Enter一下 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把这个什么呢 比如说 格式化日期 加个清除好了 比如说简单一点点 如果你想不到其他名称的话 你就直接在这边怎么样 加一个清除 比如说这个加一个清除之类的 大概就这样 把这个格式给清除 或者干脆把格式清除 这样就好了 OK 那清除的话 只要把礼拜六 礼拜天 这两段叙述 拿掉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 一样的 一样的方法 只是说怎么样呢 把颜色 改回 黑色跟 这个 白色的底色 所以改的方法 就是第一个 你可以先把那个礼拜六 我看礼拜六这个可以拿掉 然后留下什么 中间这两行就好了 因为我们等一下就需要这两行 其他的话 把它拿掉 留下什么 留下 一样要判断里面是空的 因为如果里面空的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做任何的动作 把它跳过就可以了 然后这两行呢 留下来 质的颜色跟底色 那记得 让它倒车 也特别知道倒车怎么倒车 因为它现在 变两个缩牌 然后把它 back回来 shift加上 shift按住 我们按下tab 就让它倒车 按tab是往这边 shift按住 再按tab 就让它倒车 那倒车回来之后的话 再来什么 把RGB改一下 这个 phone 字的颜色 改之后 改成黑色 那黑色请问一下 这应该是什么数字呢 同学是252525对吗 不对啊 黑色的话记得 全部都零 全部都零 那我记得如果说 如果你 银行的账户全部都零的话 你会怎么样 脸都黑掉 对不对 对 就是黑的 OK 那如果你的银行存款都已经是满的 那你会很白 这怎么行 会不会越来越白目吗 所以有钱人都 这好像不对 有点在仇富 这只是一个比喻啦 比较好器官 我怕你们到时候 黑的跟白的搞不清楚 就是黑的话就是都是零 所以黑的 OK 好 不然这样讲 黑人都比较 比较穷一点 这好像比喻也不太好 反正 丑竹起 OK 好 不要再比喻了好了 反正意思就是说 让你们记住那个书 因为我看每次同学 每次问 黑的是什么 白的是什么 好像都搞不清楚 然后呢 白的就是恶物 恶物 OK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好 其实 就是财富 金钱不见得可以让你快乐 有时候反而那样相反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就OK 也没有任何种 就是那种 种族 或者是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做完之后 来看一下 直接执行 其实城市没有该什么 就只有把中间的城市拿掉 然后换上颜色 这样的话来试试看 格式会清楚 这个时候的话 游标 把这个移到旁边来 然后一样 让他执行一下 全部都执行 有没有 马上恢复成 原来的状态了 OK 这样的话 以后 你们老板要叫你做什么 或客户叫你做什么 马上就可以有东西给他看了 你看 拿掉了 你要什么 礼拜一 好我就给你礼拜一 礼拜二 我给你礼拜一 礼拜二 等等的 OK 好 那做完之后一样 就在旁边 再加个按钮 OK 这边的话 再插入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 有一个叫做清除格式 对不对 清除格式 那把清除格式 按下去之后 这个感觉就会 比较有感觉 就是 以后按下去 就有了 清除 就清除掉了 那你会发现 它会有个卡卡的感觉 闪烁 实际上 行径就是 一个一个一个的 储存格 慢慢就帮你处理 所以 如果你的储存格 数量越多 你会发现 它跑得越慢 而且跟你的电脑速度 有点关系 不过还好 现在电脑速度快了 以前的电脑速度 真的可以看到 它慢慢慢慢 慢慢在变动 现在是还好 现在还蛮快的 OK 好 那这样的话 那就完成了 另外 顺便等一下再变化题 可能你老板 或者你的客户突然间 我不要 或者你有那个 就国外的客户 他不要看到是104 因为他104 感觉怪怪 他不懂 什么叫104 他希望看到是西元年 而不像看到民国年 那你有没有方法怎么样呢 马上把它改成 这个西元年 那当然我刚才